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希望我IG书品再认真地写起来 近期大家就当水行赏是我定期推荐书的借口好了 一月的新书都很厉害哦 我们马上开始看 没钱没工作生活一团糟的千红 一直都在当别人的小白脸过活 在酒吧里找到了他下一个寄生的目标 龟斗 原以为顺利找到暂时饭票 没想到龟斗竟突然将千红暴打一顿 不管有多走投无路 也不应该跟施暴者再有瓜葛 千红知道 但他真的没有太多选择 峰回路转之下 他还是住到龟斗家了 龟斗身上带着很多秘密 做得看起来也是不妙的工作 时不时不稳定的情绪 诉说着他似乎也在某个泥潭在伏在城 两个社会上的底层失败者 却意外地成为彼此人生唯一抓住的服务 第二集他们正式开始一起生活 龟斗却像是在躲避着什么 两个人不停地搬家 这集里也揭开了龟斗的过往 让他人生的秘密渐渐浮出台面 他像是一台饱受折磨的机器 偶尔坏掉 偶尔正常 千红的陪伴就是他的稳定计 两个人的生活也越来越甜蜜 让看过第一集 被龟斗冷漠到的小伙伴能耐心 不过那个让龟斗寝食难安的角色出现了 接下来他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呢 这部作品名气大到都不用我赘述 这么厉害的作品 为什么水星到第二集才讲呢 因为一开始我没那么喜欢啊 毕竟我就实打实的攻控 看到龟斗殷勤不定 又很爱讲难听的话 真的很不是我的财 再帅都不行 但不能否认从第一集开始 就很优秀的剧情堆叠得非常细致 就像在看一部很细部刻画人性的电影一样 龟斗的情绪转换 真的可以说是一银一笑在掌握 印象中最厉害的一幕 就是龟斗最后万念俱灰之时 却被千红拉了回来 他无奈又无助 甚至有一点气愤 他弃这个世界永远对他刻薄 每一次有一点希望最终都会徒留他一人 这样的世界他早就不想要了 但千红 这个家伙的出现却令他再次眷恋起这个世界 他弃自己到这个时候 他还想再相信一次 这个描绘神级的 我真的大受震撼 第二集所有的配备一样是最顶规的 最精致的画工 最讲究的剧情堆叠 再加上偶尔毒蛇 却总透露爱意的龟斗 第二集甜甜的了 我才在水行场推荐 老师的作品很多 还有我以前就很爱的 无节操Beach社 推荐给大家 美好结局2的评分 色色三颗星 第二集我觉得没有这么多 第一集比较多 内容四颗星 推荐四颗星 从小一起长大的少年 家寄和光 住在什么都没有的乡下地方 某天光走进了山里 失踪了一个礼拜 在大家忧心忡忡的时候 光回来了 看起来没有人发现 但几乎每天都跟光 在一起的家寄看出来了 他说你不是光吧 这个光很惊讶 他说我不想杀你 我很喜欢你 你可以不要告诉任何人吗 家寄想着光已经不会回来了 就算是个冒牌货 我也希望它在我身边 这个故事的很多细节里 看得出家寄对光的感情 那是一种依恋不舍 但不封魔 所以看得出家寄在与这个帽牌的光 妥协的时候 却也因为不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 而忍不住害怕 家寄对光这样的情感表现 让故事并不煽情 反而蛮真实的 光对家寄的感觉 更是值得细细推敲 他继承了光的记忆 却又貌似以他自己出发 对家寄也额外执着 导致后来他也搞不清楚 自己对家寄的执念 究竟是由何而起 这个是我看过最特别的故事之一 本质是一个灵异故事 有悬疑和恐怖的色彩 再叠加上两位主角的感情跟想法 最后搭配上精湛到令我连连赞叹的风景 我其实想了一下 要不要讲这本 第一集必有元素还不够多 而且有好多YouTuber都说过了 看起来还要继续画很多集 但我想我们水星频道的观众 都是必有的涛客 我讲一点精细的东西 应该没关系吧 我真的不懂 一个新手漫画家 怎么可以有这么厉害的风景 清楚地感受到故事的走向 一小段一小段的punchline很多 非常引人入胜的风景设计 像是很多紧张到不行的桥段 却又配上很冲突的平和画面 感觉精彩又生动 看完真是一场漫画饗宴 很推荐给对作品细致度 很讲究的小伙伴 不过这边也要提醒 水星自己是非常狂恋鬼故事的人 会自己去电影院看鬼片的程度 但这部有很多妖怪的刻画 其实是真的会蛮背脊发量的 如果真的很怕的小伙伴 还是要斟酌一下 这部的评分 瑟瑟零颗星 手伸到身体里面应该不算吧 内容四颗星 推荐四颗星 非常推荐乳肯侃后续剧情哦 拥有特殊能力的神则勋 他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连结的命运的红线 同时也可以切断不想要的烂缘分 他也以此为业 取而代之的是 他一辈子都不会出现命定之人 就像是对他一介凡人却有神力干预缘分的惩罚 在新的委托案里 他认识了被跟踪狂缠上的圆和记 原本就是一次瓶水相逢 没想到圆这个优质男却被薰深深吸引 就算被薰戏虐的拒绝 就算是被当成床伴 他也不肯放弃 这部的前作《红线的缓行期限》 刚上市不久 薰也在这部作品里面出现过 真的老实说 前作的角色个性并没有那么对我的胃口 却没想到这本实现绝望恋情的方法 让我好爱哦 薰一路上都目送自己喜欢的人离开 他明白这个能力带给他的诅咒 每一个他爱上的人都会找到自己的命运伴侣 他接受自己的命运 却不想再受伤害了 从圆第一次出现在他面前 他注意到圆这个人的小细节就很有好感 因此在圆向自己告白时 他心里就有很不好的预感 他知道自己若不保持距离 只怕会深陷其中 虽然背负沉重的命运 但薰面对感情的懦弱 并不会让人觉得夸张或是煽情 我自己觉得抓得还不错啦 我真的很怕那种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那种设定 不至于不至于 大家可以放心 而圆的角色设定非常迷人 看似稳重体贴 却有一点小笨拙 对自己喜欢的人更是无限宠溺 谁都会想要做他眼里最特别的那个人 最令我感动的是他看穿薰 不管是外在穿着还是冷漠言语后的伪装 他知道这个张牙舞爪的背后 是让他着迷的温柔细腻的灵魂 好像没跟大家提过 我对这个世界的宗旨就是 最美好最想要最重要的东西 一定不会让你一眼看见 要细细寻找 原意外的符合我的人生宗旨 让我怎么能不爱上这部作品 续作我也因为太爱了而先去看 戳中我的点 害我差点哭着一片海 希望续作赶快抬版 这部实现绝望恋情的方法的评分 色色三颗星 内容四颗星 推荐四颗星 以上就是三本水星最爱的音乐作品 你最喜欢哪一本呢? 喜欢水星介绍的VIO作品 请购买正版实体漫画 或是电子书 支持作者继续出最好看的漫画哦 喜欢水星的影片 欢迎订阅 按赞让我知道你喜欢这一支影片 留言跟我说你的感想 大家有时候看我留言会超慢 是因为每一次回大家留言 都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我总是很认真的找一个 最适合的时间来回 认真真的没有骗 我真的很爱看大家留言 期待大家告诉我你们的感想 好像的书多看一本 多幸福一秒 水星爱大家 我们下次见啰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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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